美国出现入冬之后的超低温天气 在俄亥俄州东北部积雪将近达一米 导致了严重交通事故频传 未来几天预计当地还会降下更多的雪 气象学家表示 这很有可能是美国进入异常寒冷12月的开始 在历经最暖的10月份到11月份后 美国各地将感受到异常寒冷的12月 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俄亥俄州湖泊效应预警 当地能见度也会下降 预计会受大雪影响地区 还包括宾夕法尼亚州西北部和纽约西部 大雪纷飞的俄亥俄州东北部 当地一条高速公路上有卡车和巴士相撞 引发连环车祸导致20人受伤 多达50辆汽车受困 当局关闭受影响公路长达14个小时才恢复通车 预计未来几天 俄亥俄州东北部还会有更多降雪 在孟非斯城的一个喷水池 因为半截冰而吸引游客围观 芝加哥市在进入严冬之后大雪不断 当局正在为可能出现的暴雪做好准备 今年是美国季2013年后 出现异常寒冷的12月份